姜姐 你看来了 你瞅瞅这个灯光 我刚给你换的 上次你说那个灯太亮了 把你的毛孔照得太大了是吧 你看我今天给你换了个 黄不溜秋的这种灯光 怎么样 表现不错是吗 那姜姐既然表现不错的话 我几个月底的业绩就靠你了 当姐这次的黑头呢 确实变少了 上次呢 鼻子就想麻烦我 你看看这次 这次都看不出来了呢 这个呢 是我家刚上的麻油灶 清理皮肤的效果呀 那是一绝的 我们还是捞规矩 先帮你清理 这么多泡泡呢 差不多就够将近牛了 因为将近的鼻子长得是特别小巧的 对不对 下巴的这个位置咱们要清理一下 好了将接复刻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趁着这会儿时间呢 我帮你泡一个压缩的湿巾 在我这个里面呢 加入一点点的纯净水 就这样去泡一下 就可以直接用了 拿出来一个吧 等你把脸上的这个 清理的泡沫给砸掉 这样子 你知不知道 你这大的这两个笔定 非常的爱事呀 你说说 这要清理不干净 很容易发炎的呀 接下来呢 就你用一个清理黑头的湿纜的面膜 先来为你涂下巴的这个位置 接着我们的鼻子 好了 等待它折磨之后呢 我帮你截掉 然后你的黑头呢 也就随着它一起消失了 好了 这样子 这会儿应该也可以了 我现在帮你把那个 绝黑头的膜呢 给它截掉 咇的 什么 然后 咻 好的 还是 祿明 它乳干 已经安静 Ever 这一点点 我在拿夹子呢 帮你清洁一下就好了 你看 清理得很干净吧 可能就是毛孔有一点大 不过没关系 我最后呢 再帮你涂一个 手术毛孔的进化 再用这个刷子呢 帮你轻轻的涂抹均匀 让它洗手就可以了 好了 正姐 咱们现在呢 就是完成了 费用都挂 我就直接从你看里够了 你可以在这儿再等会儿 或者直接走也行 我们下次再约